近段时间提车慢这个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尤其是新能源车 去车子网上面搜了一下 一个月关于提不到车的投诉 基本上都是和新能源车有关系了 那浙江电视台1818黄敬眼 最近还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 杭州两位说什么都对的女士 在2021年11月 就订了一个欧拉黑猫 等了三个多月 不要说交车了 车子排产都还没排 CSD的解释是遇到了什么 缺少芯片的问题 这个大家也是很关注的热点 那比较奇怪的就是 这店里面其他一些车型 好像都是正常在卖的 这缺的芯片 就是我那个车型缺那一种 这就不禁让人废遗所思 那总的来讲 目前提车卖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厂家产能受限 车子缺零部件 购车需求增长 销售暗箱操作 以及进口车运输时间变长 我们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来 点赞支持一下 那关于缺芯片这个事情 我们以前视频是详细讲过的 这里就简单说 集成电路产业链 上下游非常的复杂的 涉及到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也是相当的多 只要其中有一个掉列子了 比如说受疫情影响了 它就可能导致相关的企业 全部都停摆 特定环节中断之后 对整个产业链的运行 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的 那截止到2021年年底 由于芯片短缺 已经造成了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 1012.2万辆 1000多万台车造不出来了 那当中呢 中国汽车市场累计减产的 198.2万台 占总减产量的19.6%了 这就是老话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厨师再厉害 才没有到怎么做呢 是不是 造车芯片没有 那你造出来的时候 就是放在那边 空在那边等个芯片了 是吧 也没有办法 就是先交给我们车主 他说过两天芯片到了 你来装一下 又不好这样的 对不对 那有些车企呢想 好像也是个思路 为了尽快交车 还给车主提供了一个 线上车再补票的 这么一个选择 CCTV2正典财经报道过 福特因为缺少车用芯片 新生产的探险者 没有后座 对空调温度的控制功能 只能靠司机和前座乘客 来调起空调温度 如果芯片到了 你车子开过去 免费再给你装一个 那么除了和燃油车一样闹缺心 新能源车还存在什么 动力电池短缺的 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也更严重 这也就是让新能源车 提车慢的问题 霸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参考金石数据 截止2022年3月底 电池级的碳酸黎的价格 近三个月 暴涨81.19% 都快翻倍了 逼近50万元每吨 这电池材料价格这么高 买电车的人又多 动力电池厂家缺材料 产能受限 那汽车厂家自然就拿不到电池 那不光是提车速度会变慢 价格都要变了 就好像之前 我们记忆游行的猪肉涨价 是吧 猪肉包子的价格也是跟着涨一样 那另外 购车需求的增长 也是最近提车版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新能源车 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根据中汽鞋发布的 2021产销数据 在2021年 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 同比增长了 167.5% 都增长了1.5倍以上了 那有些车型的订单多 但是排产它又不透明 就给了一些销售 暗向操作的机会 各种暗示 你败蛋块就可以提钱了 是不是 你买了装潢这车有 没买装潢 对不起 这车已经卖完了 就这种明的暗的 就各种奇奇怪怪 阴阳怪气 那有的销售员 有可能也更加直接一点 就说你加点钱 不然的话 你排排排到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 你看看人家 什么上海迪士尼 或者是北京环球影城 你多花点钱 你是不是也不用排队的 排队它有价值 排队它有钱 你加钱就不用排队 也有这种情况的 不光是新能源车 有燃油车也有 那么上游新闻曾经报道过 丰田赛纳国产上市的时候 公然加价提车 后来市场反应不佳 这个加价又被陆续叫停了 但是某些4S店又开始 搞另一套爬器了 告诉我们买车的朋友 如果你在店里 买个新车记录仪 加装个太阳膜 我们可以帮你协调尽快提车 如果我们买车的 遇到这些问题 我推荐是不要助长这种行为 此处不留我们 我们自有去处 保存好证据 找个厂家 或者说12315投诉 或者直接换家店买 选择是很多的 那除了新能源车 一些进口豪华车的 等车时间也是比较长 那这个就是疫情的缘故了 进口车 它在国外的生产基地 它哪有中国恢复的那么好 它恢复不过来 盖世汽车有篇报道的 丰田的日本工厂 在2022年1月 因为疫情 就直接暂停生产 因为这是停工 丰田的产能损失了4.7万辆 比之前因缺薪减产的2万辆 还高出一倍多 那除此之外 进口车海运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集装箱也是一箱难求了 到了国内之后 车子还要做核酸的 然后做细致的消杀工作 才可以交付的 那很多买进口车的车主 都要比之前要多等个3个月以上了 那么车子网上有一位 雷克萨斯NX的车主 他有个投诉 我们不妨看看看 这2021年11月份的这个订单 订了车 销售员的口头承诺 2022年的2月份能够提车了 结果是直到2022年的3月份 你看已经超出一个月了 3月份了 还是没见到车 销售也只是让他继续耐心的等待 有没有排产 也不跟他讲 车子在哪里也没跟他说 那虽然提车办 它是有客观原因的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尽量来避避这个坑 不然的话 就和前面的各种新闻 和报道里面的朋友一样 车子提不到 给自己心理添堵 心情来得个不好 我订金还付给你 你利息还不还我 对不对 所以说 首先就是要在合同里面明确 提车时间 不能好的好的光口图约定 前江晚报就报道过 这样一件事情 杭州的沈女士 在2021年4月份 订了一辆比亚迪送plusDMI 订车合同里面 提车日期这一项空在那边 只写了车到提车 并且没有说明 如果不按时交车订金能不能退 有没有什么补偿措施 这5月问销售 她说6月应该可以交 6月去问7月 有可能产量就上来了 那估计8月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是吧 这沈女士苦等了4个月之后 实在是不想等了 想退这个订金 CID却说 订车合同中没有约定提车时间 而且订金不退 不光是沈女士 杭州100多位送plusDMI车友 都遇到了这样相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订车的时候 为了避免像沈女士这样 糟心的这个这种经历 具体的提车日期还是推进写一写的 实在人家不同意 这个不同意虽然我觉得 已经相当不合理了 那如果我们现实中 真的遇到他们不同意写提车日期 那至少要写订金能不能退吧 对不对 如果超出多少时间 有什么类型的这种补偿 白纸黑字 合同里面还是写的 什么买车没合同的 就个购车意向书的 销售签个字 CSD公章都不敲的 换家 换家 换家点算了 那这些问题 我们都是要注意的 前期准备充分 哪怕前期说的尴尬点 避免日后的那些闹心或者是纠纷 我觉得总体还是省时省力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